耶律贤登基为帝,群臣朝拜,一生生的无主万岁令太平王惊讹不已,他执意要带人杀进黑山杖营,此时耶律贤当场将太平王判为逆贼,他让女礼带兵支援高薰,务必拿下太平王,太平王根本难敌黑山大营,十几万兵马,他决定赶回上京召集两只勇士,重新夺回大权。 殊不知,乌治大王也得知了黑山事变,他认为耶律贤会成为好君王,因此他让修哥控制住两只勇士军队。 另一边,胡年已猜到燕燕之前盗走了令牌,他也猜到父亲是耶律贤的人,但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很快,太平王来调动勇士,可修哥已坐镇军帐里,他这才彻底意识到大势已去。 另一边,习尹得知耶律贤继位了,他反倒大小畜生,既然萧斯温没有选择帮太平王,习尹认为他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。 与此同时,太平王快马赶回王府,却得知胡年去了宰相府。 太平王心底一沉,他立刻赶往宰相府接人,刚好听到胡年对萧斯温的质问。 太平王紧紧牵住胡年的手,他准备带胡年离开大辽,还说终有一日,萧斯温会为他的选择而付出代价。 萧斯温命打理,拦下太平王,韩德让也及时赶来,按键伤了太平王,可胡年却以自己的性命相威胁,要求放了他。 韩德让只好命达林打开城门,太平王深知胡年的心意,临走前许诺无论他走到哪里,都会回来找他。 很快耶律贤上京,登基为帝,他大力加上所有有功之人,萧斯温虽加官尽绝,却无半分开心,他如今因果只怕顾不得家了。 而胡年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,两个妹妹想多陪陪他,却被他打发走了。 五股里则百般讨好萧斯温,萧斯温知道女儿的意图后,顿时没了好心情。